当硝烟得知美杜莎怀了自己的孩子之后 为何会非常生气 差点把孩子打掉 在硝烟被允落心炎拖入地底之后 美杜莎也跟着遭殃了 在新火炙烤下 七彩吞天莽的灵魂沉睡 反而美杜莎女王苏醒了过来 而要老因为一直保护硝烟灵魂力量耗尽 也陷入了沉睡 就这样 两人开启了为期两年的甜蜜时光 说是甜蜜时光 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想 如何在允落心炎手底下活下来 此时的美杜莎已经没有功夫对付硝烟了 毕竟现在两人脚踏一条船 必须联合起来对抗一伙 美杜莎衣服被一伙焚烧殆尽 其实硝烟也是一样的 两人在允落心炎这个月老的帮助下 成功结下了一段姻缘 在硝烟与美杜莎冲破风影后 没想到美杜莎怀孕了 可惜硝烟并不开心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萧勋儿 毕竟硝烟和美杜莎之间 此前并没有多少感情 两人的关系就好比冤家 在一次次的羁绊中牵扯过身 而在有了弟弟之事后 又出现了怀孕这件事 硝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美杜莎 更何况她还知道 在遥远的古族中 有一位女神在苦苦等待着硝烟的到来 正是因为薛儿这一层关系 才让硝烟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心烦意乱 好了 喜欢斗阔苍穹的朋友们 可以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